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12号正式批准 曾接受器官移植或其他免疫系统较弱的族群 可以施打第三剂的莫德纳或辉瑞疫苗 以防止遭到Data变种病毒的感染 报道指出 为避免Data变种病毒带来新一波的大流行危机 以色列与德国或计划或正式实施第三剂疫苗的注射 不过加打第三剂疫苗是福是祸 科学界也没有定论 因此是否应该施打加强针仪式一直存在着争议 辉瑞表示 其疫苗效率将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 根据研究证实 在接受第二剂疫苗的四个月后 效率已有96%的高峰下滑到84%左右 莫德纳也认为 不论如何最后还是要加打补强针 毕竟Data变种病毒已经在接种第二剂的族群中 造成了突破性的感染 因此FDA于12号修改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允许部分族群施打加强剂 特别是接受实体器官移植的患者 以及确诊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 不过由于全球大多数国家连第一剂在哪都不知道 富裕国家因完整接种疫苗者传出感染 以及对疫苗效率减弱的忧虑 便贸然敲定施打第三剂疫苗 恐怕让平均国家更难取得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就呼吁 至少在2021年9月底以前 呼吁国家应该暂停加强剂的施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